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熊鹿显胜奇才,北京时间5月6日,熊鹿135比134,以一分优势,击败奇才,赢下本场比赛之后,他们已经获得了4连胜,其中包括双杀篮网,目前他们距离东部第二的篮网,已经仅差一个胜场。 本场比赛,面对得分能力爆炸的比尔以及轰下职业生涯,第179个,三双的威上,熊鹿能够在米德尔顿缺席的情况下,赢下本场比赛,除去字母哥常规表现之外,霍勒迪成为了本场比赛的胜副手。 字母哥,仅出战29分钟,轰下了23分,9篮板8助攻2盖帽的数据,投篮命中率刚过50%,而霍勒迪则是,在攻防两端挑起大提,全场出战31分钟,轰下29分,5篮板6助攻1盖帽,全场20投10中,命中率达到50%,3分线外,8投4中,命中率同样高达50%, 除去全场,在攻防两端的出色表现之外,最重要的是在本场比赛的末节关键时刻,霍勒迪几乎是用自己的防守,终结了本场比赛,帮助熊鹿虎口,夺时拿下本场胜利,最后时刻,威少助攻加福德上篮,其才一度有机会,扳平比分,但霍勒迪半路杀出,直接大帽,按下加福德上篮,成功帮助熊鹿,把握主动权,最终以一分优势, 赢下本场比赛,虽然赛季,至今霍勒迪场均17.6分,4.6篮板5.9助攻,各项数据相比上赛季,均有所下滑,但他的角色,完全发生了改变,并且值得一提的是,霍勒迪本赛季状态,更加稳定,赛季至今,仅四场比赛,未能得分上双,并且其中的两场,是刚刚伤喻不出,而在4月的比赛里,霍勒迪场均能够轰出20分, 加7助攻的数据,并且投篮命中率高达51%,三分命中率同样,高达42%,累计正负值,达到了恐怖的加112%,甚至相比字母哥,也有过之而无不及, 而雄鹿自从字母哥,崛起以来,从未能冲出东部,不过本赛季,引来霍勒迪之后,对于雄鹿来说,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毕竟相比布莱德索,霍勒迪全面升级, 这也是雄鹿愿意下血本,换来他的原因之一,一旦到了季后赛中,字母哥势必会,遭到针对,而霍勒迪的作用,就将会再一次被放大, 甚至可以说,相比米德尔顿,在季后赛中,攻防一体的霍勒迪,将会是字母哥之后的二号人物, 他非常有期望,成为主导比赛的胜副手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,